仅仅三天就拿下北大弟弟 杨成林称她为恋爱的神 其他女嘉宾对她也是一整个大崇拜 我说杨汝晴是最会撩女嘉宾应该没人反对吧 杨姐第一天来就看上了北大奶狗 但此时的北大奶狗已经有了心仪的人选 但杨姐却没有退缩 因为她知道甜妹正在两个人中间徘徊不定 于是她抓住一切机会与奶狗拉近距离 当天晚上嘉宾们需要决定明天和谁去约会 杨姐注意到甜妹已经被其他人邀请 所以肯定会把奶狗往后排 你明天可以来吗 后天可以 对因为她第一天给小孙了 果然北大弟弟知道自己是备胎后 心情有些低落 这时杨姐开始出击 先是跟奶狗谈心事拉近距离 那有什么事情能让你开心的吗 让我开心 那让你这么难受不受 应该是就是被坚定的选择吧 然后就开始剖析她对甜妹的感情 如果你听不如某一些粗类拔萃的人的时候 那心态怎么调整 我一直想证明我不比其他人弱 看出来 好家伙这不就是在一语双关告诉她 你不喜欢甜妹只是喜欢挑战吗 做完这些后杨姐献出了她的杀招 事实证明杨姐的手段高超 两人约会过后奶狗就跟甜妹划清了界限 好家伙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